很久没说 AV 了 为什麽呢? 因为全部 AV 都是买回来的 买回来就不用说话 不用说话就忘记出片制 这麽简单 今天要说的就是 这支幕 买了这支幕都差不多半年了 是时候要说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 VivaSound.com 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这支幕 这支幕 我是用了美国 Screen Innovations 的幕 这支幕不便宜的 那我先和大家说 为什麽我要买一支贵的幕 投影机出来的画面 故然重要 但其实我们是真正在看的 是这支幕 这支幕可以不可以? 都是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玩开投影的话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忽视这支幕的质素 近年的幕的技术 就尽着两个方向去做 第一个方向就是高增益 以往的高增益幕 就是说大个一的增益 也明白 我们光线射进去 是一 但回来 其实正常都很难一 因为一已经是一个反射光线 很厉害的 如果低于一是正常的 高于一才不正常 因为幕本身是无缘的 那你怎麽可能一射进去 1.2 出来呢? 通常一定要做一些反射角度的调整 令到光线集中射出来 才有幕高于一增益的情况出现 所以凡高增益的幕 都一定会有Hort Spotting 就是因为幕的反射角度窄 所以画面的中间 和四只角都有角度的误差 因此就有光度的误差 于是中间 就因为对到映一映 所以很贵四光 四只角 因为角度不映 所以会暗了 就好像有四只黑角 那样 就叫Hort Spotting 以往那些 舊世代的幕的技术 例如柱面屏 那些 就会有这个情况 真要去到2 Hort Spot 厉害 你以为可以看望远镜 近年的技术 就是可以做到高增益 但是Hort Spotting 是控制得很好 不是没有 是一定有 我这些都有 但控制得很好 是不太容易察觉到的 这一样东西 是整个幕的屠神 技术提升 终于到保时阶段 先打破门局 辉明了很多头锤 智西斯一滴下来 就见到古天奴 顺势按锅入面走进来 轻轻脚面一叮 通了拿牙斯坑局 就是1比0 好了 第二个技术 就是近年都很流行 就是 开灯看 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 要把家庭弄到身手不见五指 才能看到东西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但是一张幕是白色 当你一开灯的话 那你当然会看到画面 不过就不用自己看到黑色 基本上是看不到东西 就是灰了 就像看水印那样 所以近年的头颖幕 另一个技术发展 就是它可以做一只灰幕 但这只灰幕 是不会改变色的 即是不会 因为它是灰色 而令到颜色的重现 有影响 色域的重现有影响 那你依然是可以看到 它虽然也不是一个死黑 但是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刻 那你在Ambion Light的情况之后 开小小灯 整个画面是收复的 包括一些暗位 包括一些光位 你都会觉得收复 那意思就会大大提升了 你开望的灵活性 如果你不是看电影 看电视 看波打机的话 不是要关灯的 那你都可以开着Ambion Light 而享受这个大画面的乐趣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喂嘿嘿 玩得开心点小莫手 谢谢 好了 长篇大量去到现在 那我就选了什么呢 我就选了后者 因为我觉得你买 今时今日 2018年你还要买一只膜 你应该买一只 有科技成份的膜 技术高一点的膜 所以呢 我可以选高增益 以及可以开灯看的情况之下 我就选了开灯看的那只膜 因为我已经买了这个 雷射光源的投影机 够光了 所以不用买高增益的膜 对于这种技术开发的公司 即开灯看的膜 的公司 美国Screen Innovation 应该都算是当中的表表者 近年他们非常集中去开发这种技术 例如Transformer 那个膜 在自己的框 会因应那种 Espirator 自己有横 又直地移动 一堆很贵 又或者可以插干电 又有电膜 很多古连精贵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些比较贵 我就买一只简单 传统的FIX7 标准的锦膜就算了 但是膜料呢 我就选了是有他们 可以开灯看技术的膜料来做 有一只可以让你开到很厉害的灯 它都很黑的 就叫做Black Diamond 但是我其实想要这个膜料 除了我真的有少开灯看之外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现在的试音室 天花是全白的 如果我的膜是全白的话 我可以保证就算我关灯 天花的反射光 都足以令到膜的对比度降低 以及黑位会变差 所以我一是就连天花也有一句 好像我以前的旧居 但是我之前试过一次 我不会再做 因为我觉得天花游黑 真的很不舒服 加上黑花房还要密室 我直到觉得好像进了黑洞 我的天花依然是想要拔 灰我都不想 但是我要有一只膜 那我怎么办呢 以前我就用这只膜来做 因为这只膜 天花板的反光影响 是减少了很多 他们有一条影片 是试试给我们看 就是那个膜料 因为它控制了反射角度 所以天花板 左右墙壁和地下的反射都减少了 所以你的天花板 就可以保持双花霸实 而对画面影响很小很小 就可以哈 太好了 那装膜那天 我都… 巴斯又来 vacuum 我便为我回家 我前面影片的视频 顺便将当日砌幕的报导 打连续续, 让大家重温一下 当然我没有拍片, 因为有 Brian 帮忙 我和 Brian 两个一起 其实巴斯都有帮忙, 我们三个一起 自己砌好一张幕 拆开了, 有什么元件呢? 螺丝、确卡的附切 涌布幕框 我们的幕框是要砌的 加上这两个环镇 这个我明显看到, 这个就是幕框 就是这么多 完成了 十只手指头都痛了 辛苦了, Brian 了 现在就是幕框框 自己的幕, 自己砌, 自己上是很开心的事 很有满足感 当然要计算得很准 分钟, 水平等等都要 我不选黑环镇, 因为我真的不用开灯看 那我就选Slave Slave 第一, 它便宜一点 第二, 它是浅灰幕 其实它是介乎白幕和灰幕之间 它是浅灰幕, 我觉得是可以的 它有几款的增益 1.8 、1.2 和 XL 主要是我害怕的 真的还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我买了133 吋的幕 我还担心会不会灰射不够光 所以我选择了1.2 1.2 就有一点点热光 但是整个画面仍然是控制 在一个受控的范围之内 而且是光了一点 所以现在我看一个133 吋的画面 是非常过瘾的 它是很确实, 很光亮的 关掉灯的时候 其实你看过整个画面 黑色很漂亮 因为它是浅灰 层次感很漂亮, 很立体的 是可以令到你有一种高画质 明明你在看2D 画面 但你也会有一种3D 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很好看的画面 细节的表现 颜色的表现 对比度的表现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很高的画质 可以令到那部AZER 的雷射投影机 潜能进程发挥 所以很满意 其实是非常满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幕料表面 其实有少少的细节处理 但这个细节就不会有光 即是不会有果粒给你看到 即使是4K 这么密的精架 其实你走到闻画面 你都不会看到它会撞了那些果粒 而造成一粒好像死点的密体 画面依然像豆腐那样滑 这个人又是特别在4K 的年代 你可能都会看到这些问题 现在这个幕是完全没问题的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美国Screen Innovations 的 Slate 1.2 我现在试这款 我买了这款是133 吋 Gang 1.2 的锦幕 浅灰幕可以开灯看的幕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影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未订阅我的频道的 记得订阅后记得按着 频道上的小铃铃 我有新片出 你第一时间会收到通知 OK, 下集 下集, 我讲完了 下集就真的讲 天龙那部8500 这个是 这条影片应该是我近半年 最多人问为何还未有的影片 真的非常抱歉 到下一条影片我才解释 为何这么久才说 再见 地球的自然界现在面临 凭危着重 所以我们会去到 世界不同的角落 从而探索我们这一个 星图的珍贵宝族 同时呈现地球上的 不同动力 他们的残酷斗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贵宝族